农村老人常说,猫头鹰死前会吐出一个毛球,这是什么东西? 猫头鹰,由于头部与猫极其相似,顾得名猫头鹰,这是一种特殊的鸟类,怎么个特殊法呢? 喜欢咒服夜出,叫声恐怖,相传猫头鹰是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,是智慧的象征,同时它也有神秘的一面。 在民间,猫头鹰更是被称为暴丧鸟,俗名夜猫子,关于猫头鹰的离奇传说也各种各样,比如夜猫子进宅,无事不来,猫头鹰笑,死神道等。 除此之外,也常听农村老人们说,猫头鹰临死前会吐出一个毛球,那么这个毛球究竟是什么呢?有没有科学依据呢?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。 要想了解这一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猫头鹰会吐猫球,以及猫头鹰的习性。 我们先来看看猫头鹰的习性,猫头鹰的种类超过130余种,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猫头鹰的踪影。 在我国,最常见的种类就是雕销、羞柳、长耳销、短耳销。 猫头鹰虽说一直被称为不祥之鸟,但于人类而言,它却是一种异鸟,它们咒服夜出,主要以老鼠和昆虫为主要食物来源。 偶尔也会吃一些鱼、蜥蜴、小鸟等小型动物。 据相关数据统计,一只猫头鹰一天能吃掉三到五只老鼠,那么猫头鹰为什么会临死前吐出毛球呢? 其实,猫头鹰不是临死前才吐毛球,而是几乎每天都在吐毛球,这种行为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 下面来一段视频,让大家看看猫头鹰是怎么吐毛球的。 从视频中我们就可以看这出,猫头鹰所吐出的毛球,其实就是通过自身的腹部蠕动,然后逼出来的。 这原理有点类似于食草动物的反除,上面我们说了,猫头鹰主要以老鼠、小鸟等小型镊齿类动物为食,但鸟类几乎是没有牙齿的。 肉食性的鸟类一般都是靠尖利的汇,将猎物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再吞下去。 而猫头鹰既没有牙齿,汇也不够尖利,所以它们在进食时只能连肉带骨地生吞下去。 现而,猫头鹰的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,能够将食物转换成半流质送往肠道。 但是对于一些皮毛、骨头、牙齿和羽毛等难以消化,这些不能消化的部分则会留在胃中。 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后,猫头鹰会利用自己的塑囊机将其压缩成丸状,从嘴里吐出。 这就是为什么猫头鹰会吐出毛球的原因。 而在动物界会吐毛球的并不只有猫头鹰这一种动物,还有大概200多种鸟类都会吐出。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,以吃肉的猛禽为主,比如老鹰、翠鸟、伯老鸟等等。 那这个毛球究竟是什么呢?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想,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内丹或者是内脏什么的? 其实都不是。 这个毛球有个正式的叫法,叫食丸,也叫唾鱼。 简单来说就是一些食物残渣。 有生物学家曾对猫头鹰吐出的毛球进行研究, 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鼠类毛发、骨头以及昆虫的硬壳。 这些不销化的食物残渣混杂着胃液在胃里形成团状物,这就是食丸。 既然我们说猫头鹰每天几乎都要吐一次毛球,那为什么我们平时很少见到呢? 这就以猫头鹰的习性相关了,它们总是昼服夜出的。 每当深夜它们出门时,我们都已经熟睡了。 即使侥幸看到了晚上的灯光较暗的情况下, 即使猫头鹰吐不出毛球,我们也不一定看得见。 所以一般只有在它临死时才会发现它的毛球现象。 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猫头鹰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吐毛球。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见解? 大家有见过猫头鹰吐毛球吗?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认真!